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接下来柯师傅就要来分享一个健康 这个美味好料理 今天要把笋子烧入菜 对 我先来把这个鸡肉先炒一下 那我再告诉大家笋子怎么处理 还有保存 我先这个锅子里面加一些油 那我今天用的是那个鸡生蚝的那个部位 就是那个只有鸡腿肉这个部位 我先把它放进去 先把它放进去 我是只有表面沾一点粉而已 没有经过其他调味 接下来我要介绍大家这个笋 台湾的绿竹笋真的非常非常棒 尤其这个季节的绿竹笋更是最好的时候 你笋子买回来以后 不管它含有没有含泥土 你第一个 因为我这是现挖 当天现挖的 你只要把外面的泥土刷洗干净 用水冲洗干净以后 冷水跟它一起入锅煮 像我买的 竹笋不要挑太大支 太大支其实不够那么嫩 其实挑这么大一根的竹笋 其实它是最嫩的 然后用冷水去煮 煮开以后转小火 30分钟 30分钟连同这个水 一起浸泡到冷 含着壳含着水 装到袋子里面 为什么要装到袋子里面 你装到袋子里面 它的水分可以全部淹满这个竹笋 然后放到冰箱冷藏 这个笋就可以一个礼拜 都没有问题 我们夏天到了 我们吃沙拉凉笋就这样做 其实你光这个笋的汤不要丢 这个笋的汤 我们在煮热的时候 这个竹笋甜味会释放出去 但是你连同这个锅子把这个笋放到人的时候 它甜味又会回到这个笋子里面 所以你可以喝喝看这个汤 很甜 这个是基本上等于是天然的高汤 对对对 其实吃树的人 它就是一个树的高汤 那我打得差 那你喜欢吃粮食的 其实这个一块一块就可以简单取出来 简单沙拉 然后拌个沙拉酱 而且这个笋 我跟讲台湾的绿蔬笋跟水梨一样 这个就是喝起来很清爽的清甜 没错没错 很清甜的一个高汤 所以你只要这样子 你要吃凉拌竹笋 我们这个高汤可以去拿去煮鸡汤 就是煮笋鸡汤 但是如果说你吃树的朋友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树高汤的一个来源 那记得这个水不要丢 这个水是精华 好 我们鸡腿肉稍微给它拌炒一下 稍微让它有一点定型以后 连同切好的笋 跟这个笋的汤 刚喝过这个笋汤好甜好甜 然后我们一起下去一起去煮 然后我们把木耳放进去煮 然后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个 我们在做所谓的醋烧 醋烧大概第一个观念 客家有一个那个醋的那个大肠 有没有 它是起锅醋 那我们在做这个醋烧的东西 我们有入锅醋跟起锅醋 入锅醋我今天放的是白醋 你经过烹调的时间 这个醋会变柔 它不会那么刺 不会那么刺辣酸 呛 所以我们起这个入锅的时候 我们用白醋先进来 然后加上冰糖 加上冰糖 加上一些的盐 我们就这样让它去煮 那这个醋等一下它就会变柔 我们先让它煮滚 煮个三分钟左右就可以 同时我们师傅这里 这个滚了 我的那个笋是熟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煮太长时间 我们先把海鲜加进去 我今天准备的是一个大的虾子 我们把这个虾子加进去 然后稍微给它拌一下 稍微给它拌一下 我刚讲过就是说我刚加的是白醋 白醋弄入锅醋 如果你是姜丝大肠 它是起锅还要再加 加那个醋精 它主要就是要它享受它的鲜 但是因为我们要吃柔 所以我们入锅的时候 是加白醋去煮 然后虾仁放进去 虾仁甜味都会在这边 然后加一些这个季节才有的嫩姜 然后我们把辣椒片放进去 这只是为了配色的 然后葱花也放进来 然后葱花放进来以后 这时候我刚刚讲过 我刚刚是入锅醋 对不对 我现在要准备起锅醋 起锅还要加加醋 对 那这个醋就是享受它香味 所以我起锅的时候呢 是添加的是乌醋 那在台湾来讲 我们乌醋都属于调和醋 但是它有香味 所以这时候这个醋再加进去 稍微给它拌一下 然后胡椒粉 胡椒粉加进来 胡椒粉加的量会稍微多一点 然后再淋上一点点的香油 那这样就可以吃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刚一吃一闻到那个霜味 胃口都来了 这种天气 热热的天气 吃这个真的非常的开胃 像现在初夏的时候 就吃到这个笋子 真的跟水梨一样 然后它纤维又非常的高 然后这木耳纤维又高 再加上是配上白肉 白肉我就用这个鸡肉来当基底 还有配上虾肉都是白肉 这完全符合我们健康的要求 没有红肉那么多的饱和脂肪酸 纤维又高 这对肠道的保健 对三高的保健都非常好 所以说这种味道 这汤一喝下去 哇 真的是太舒适了 那我们今天在讲这个 就是脑部的保健 那